Hello大家好,我是维哥,王者龙耀今天更新 那么下面来看看这次更新都有哪些内容吧 首先就是浪漫初夏的回程特效活动上线 只要收集一定数量的西瓜道具 就能兑换永久回程特效或者英雄自选礼包 第二个活动就是5月20号登录游戏 就能领取告别单身和冰爽西瓜的奖励 而且在5月20日当天对局的话 亲密度是会换备的 第三个就是小乔和周玉的520情侣皮肤上线 两款皮肤都是传说级皮肤 点券价格都比较贵 不过如果是打包购买的话 就只需要2520点券 获得情侣皮肤分享后 还可以获得一个个性动作 接着就是版本更新后 520专产体验卡兑换开启 通过体验卡兑换的礼包 有机会永久开出花木兰和蓝宁王的半身皮肤 而这次可以兑换的史诗皮肤体验卡 有安琪拉的心灵骇客和亚瑟的心灵战警 5月21号女娲、药、大乔、大乔 还有哪吒、金币的价格限时折扣 喜欢玩这几个英雄的玩家可以在21日的时候选择运金币入手 5月20日有新皮肤上线 自然少不了每日充值活动 说实话现在天美越来越喜欢出传说皮肤了 这样坑钱的速度就比史诗皮肤快多了 钱包是真的受不了了呀 最后就是今天更新后 碎片商店换新了 鲁班的电王小智 刘班的德古拉伯爵 白起的星夜王子和流上的天才门将都会上架 当然最不推荐大家选择黄金武士 爱心护理、水果甜心进行对话 这三款皮肤需要的碎片非常多 还没啥特效 那么以上更新后的活动 小伙伴觉得如何呢 更多完整资讯记得点击关注哟